欢迎收看11月23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杨子萱 首先带你来关心的是 花莲县环保局为了能有效打击环境不法污染制造者 特别邀请到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 蔡胜浩主任检察官 在环保局一楼多媒体教室分享 司法机关整办环保污染刑事案例经验 并结合检警政环跨与共同召开环保 早期不法业者污染环境的违规样态明显 像是水排放黑烟 废水或是废弃废弃物 民众及环保团体志工发现进而卷举 并有环保机关获到污染源头 随着时代脚步的迈进 经济持续发展 各类型废弃物产量也随之增加 不法业者违规手法层出不穷 若然成为环保机关机场上的瓶颈 为了维护生态环境的需求 相关之废弃物法规定 命令也随着时代脚步 因而眼镜才能够将所产生的废弃物 做最完整的管控 将来如果将他们省之以法 否则的话我们即使发现了 但是最后污染造成了 那污染造成之后还没办法回复原状 那其实我们的心脑可能就功贵一会 所以也希望说这个案 借这个案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说我们主题除了说刑案的今天分享以外 也希望说从个案当中让大家了解到 其实我知道说时代在进步 所谓道高一词磨高一诈 其实这些为非做台的人 他们专业可能比我们更专业 也跟法律有关的部分 希望跟大家都注定这个法律程序 所以尤其叫我们公务机关 第一个最重要就是依法行政 我们都知道说 第一个要刑事案件先程序后实体 实体的部分就是认定它过程什么罪名 但程序的部分就是说 包括一开始执行的时候 第一个我们执法人员的身份 适不适当 我们是不是在行持公权力 那我们行持公权力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依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力 去依各个案件的法律程序去财政 然后去做化验去做检验 那检验结果采取了什么 公信力 而这次做廊徽由王秘书智慧主持 激进环保执法人员 为因应不法业者多元化 集团化的污染环境行为 以及环保犯罪手法 除了精进之外 示范单位机关联合查期技巧之外 也采用智能勾计科技执法方式 突破不法业者污染环境的违规精进手法 并且有效发掘修正不法的行为 共同维护跨链线优责环境 藉由司法部门的侦办经验 去取现场击查财政更精准 并且在诉讼的时候 获得司法机关财政以及追溯犯罪 记得将一块收拾到